国际服刚刚进行了版本更新 更新为演唱会和宴会节版本 国服将在12月10几号更新到这个版本 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 首先是演唱会与OraG最终礼包 官方公告显示 首场演唱会将于东八区时间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2月8日晚上8点半进行首演 第二场演唱会将于12月9号的零点开始 之后会每四个小时循环播放一次 不停止 季节期间所有玩家都可以随时进入演唱会 进入方法是靠近预境的Ora雕像 和在竞技场先祖旁边跪坐进去 但是季节结束之后只有购买了极光之翼的玩家 才可以自己和带着牵手的玩家进入并观看演唱会 大家可以类比下小王子君大一 四个中级礼包分别是 乐器Ora之声售价是14.99美元人民币98块钱 橙色连衣裙售价9.99美元人民币68块钱 橙色透明斗篷售价14.99美元人民币98块钱 演唱会门票斗篷极光之翼售价24.99美元人民币168块钱 其中Ora之声更新后直接打开商店就能看到 同时竞技场的魔法上传也能领到四川魔法 但其他的三个礼包必须做完第五个季节任务 也就是看演唱会之后才可以在竞技场圆梦村门口的模型那里购买 本次更新同时加载和公告了宴会节的大致信息 国际服的活动时间是2022年12月19号到2023年的1月8号 持续21天 国服等通知不出意外是12月22、23号开始 今年新出了四个新物品 两个属于兑换 两个是礼包 测评回头单出视频 这里大家先截图记下价格 除了演唱会和宴会节的加载和公告之外 版本更新还有另外的六处地图变化 第一是预境场景变革为冬季雪景 整体由冰面和雪地构成 海面上也多了几处伏冰 并且可以站上去 另外宴会节的新物品兑换限组 到时候会站在这边的伏冰上 第二是云野终点场景改变 整体空间变大了很多 石碑前的空地现在摆满了罐子 石碑后方变成了开放空间 墙上也是大罐子 比较方便一点的是 下去拿蜡烛的时候 不用再担心会来回跳 死回跳不下去了 下面地面由石砖变成了草地 墙壁也弄成了开放式 但是只是视觉上的开放 依然有空气墙作为阻隔 从整体来说 我是觉得变得漂亮大气了很多 当然密口玩家可能会感觉到 很不适应 毕竟从高处看 下面密密麻麻的罐子有点瘆人 第三是雨林随母图桥下的摇坤位置改动 挪到了大树旁边 但是这个烧完之后依然是直接飞走 第四是峡谷远茫村插道口的滑冰场改动 冰窟窿被封住了 不能再浅水下去 从旁边盾地下去可以看到 原本封闭的紫色空间已经变成了开放的 国服还没更新 大家赶紧趁着现在拍照留念吧 第五是木土四龙图沟火改动 被烤的螃蟹不再是穿在一起 而是变成了在大锅里 同时这里不再冒出烛火 而是把烛火变成了结晶小球 把小球点完之后 才会爆出橙色烛火给大家 第六个变化在进阁四楼 四楼的空岛地面变成了白色的雪地 其中挂机空岛的烛火也变成了蓝色 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冬季场景的限定 还是会一直持续下去 总之这样子倒是变得明亮了很多 新版本的更新就是这些了 目前也没有什么比较大的bug 等下把国服复刻攻略做好之后 我会开始做乐器AURA支撑的测评 大家可以稍等一下 最像机 我是老庞 感谢观看 下个视频见